山上 哦 山上就有啊 老眼 今天下雨下的不大不小啊 一会儿滴的几滴 一会儿下一点 在家躺了一会儿实在是太难受了 小屋子也小 除了躺着就是躺着 真难受 我说出来转着嘛 开车到这个南泉北泉 碰着卖花的啊 这纯野生的这个勺药啊 真好看 我说真的不能在家里待着 你在家里待着 能看到这么漂亮的花吗 我去打点水 把这花呢就栽到我这个车上 我身后啊 很多床车和房车 他们前几天就在这儿啊 今天我刚才看了一下 还没走 打好水了啊 看看前面有狼两口在这做饭呢 好像是床车 床车房车都有啊 还有拖挂 坐在这啥呀 这是水煮肉片 水煮肉片 然后这是豆芽 啥的豆芽 你们来几天了 昨天来的 昨天来的 我看那边 那边也是两个 就是四川的大哥大姐 来好几天了 我前两天就看他们停在那儿 从哈尔滨过来的 从哈尔滨过来的 那出来多久了这是 6号出来的 但是我看你们这个床车上面 可是预备了不少东西啊 对啊 你这个小炉子是什么炉子 柴火炉 柴火炉啊 烧柴火的 对 你买啊 那我怎么头一次看着 还有多少炉子呢 嗯 这个五百多的小炉子 是吗 那这柴火也不怎么那个 它烧的就那么旺哈 这有风的 嗯里边有风 那柴火得需要很多吗 不需要多少 没多少 嗯要挺抗用 嗯 这炉子网上就有卖的 是吗 猴一下 猴一下 那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七十了 七十了 我看大姐姐请 嗯 嗯 五十多岁 这今天炒几个菜呀 我看土豆炖肉 土豆炖牛肉 嗯 一个碎豬肉片 嗯 一会儿还有个酱鸡 嗯 哎呀挺丰盛的 还有这家 人家这家 这家就讲究点了哈 哈哈 啊 啊条件好 你看小杯子水果哈 我看到一个鲁臂的啊 我们青岛的 青岛的车 看这边 就是这个火山岩石 这个车是鲁克的 也是山东的 然后这个是鲁臂的 是我的 哈哈 看看那边 这属于床车 他们的锅已经拿下来了 准备做饭了啊 你看这些房车呀 床车出来 自由自在的 我真想住在车里头 把房子退了 住在车里也挺好的 不行 不行我就住在车里头 其实我那小房子 多少有点潮 尤其是连雨天啊 朋友们你们说 我要住在车里行不行 因为它这边呢 停车场 不花钱 有 这边有厕所 有水啊 嗯 还是挺方便的 我呢 车上有铺盖 锅瓢瓢盆都有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吧 感谢收看 下期见 拜拜 拜拜